刚开学的第一天 与其就沉浸在无尽的思考之中 暑假结束的突然感让她觉得还没有完够 假期就已经戛然而止 一人看到她这样 立即理解了她的心情 她说 开学后 我们不是可以天天和英景一起玩吗 这番话瞬间唤醒了与其的心情 一人随即询问他们高中时期的关系 与其之前已经跟亚师提起过 一人听到这个 开始后悔自己错过了大量的八卦 而且她还被亚师抢先得知了 与其又一次描述了高中的点点滴滴 虽然她在谈论英景时说了一些不好的话 但实质上每句话都透露出对英景的关心 就在这时 英景突然出现在场地上 旁边的猫哥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张开她那50米的大口 与其一看到英景 激动地挥起小拳头向她打招呼 一人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既然与其还没尽兴 为何不推荐他们一起去打保龄球呢 听到与其高精准地挖苦 英景气得不得不同意一起去玩 与其还向英景提出赌注 输的人要服从赢的人 英景对与其的挑衅早已司空见惯 虽然与其个头不大 但在保龄球场上可一点也不弱 于是 两人的竞争就此开始 英景也不示弱 迈开步伐 一连串全倒 与其则除了精神攻击外 还施展各种物理技巧 最终 英景艰难地取得了胜利 然后 一人开始在旁边不断催促英景发号施令 她像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应有的样子 但英景脑中只有与与其的对决 与其再次发起挑战 决心要赢回来 而英景果然再次应战 再次上了她的当 两人挥舞着小拳拳 重新展开了激烈的对决 这让旁边的一人感到有些无趣 在亚氏送走自己的父亲后 她准备开始实施她的个人爱好 那就是给与其和英景换上各种各样的私服 光是想想 她的哈拉子就留了一臂 说着 两名受害者到了现场 亚氏以心电服的名义 让两人开始试穿 果然 换上新装后 他们的魅力无懈可击 女服装更是让亚氏惊艳 但换了一套又一套的时候 与其突然感觉到有一点不对劲 一看到亚氏准备的一大堆衣服 全都是工作中相当不变的服装 与其感到有些惊讶 更令她吃惊的是 这些服装连英景也不放过 就在这时 与其的妈妈突然来探望与其 或许也是来看英景的 看着越发疯狂的亚氏 还想把母女盖浇饭 放进自己的换装计划里 咖啡店老板终于忍无可忍地出现了 最后 这些服装都由亚氏穿了起来 晚上 与其和英景常常连机打游戏玩到半夜 导致第二天他们都困得不行 与其的同学们都一直认为 与其和英景是一对 尽管与其力图解释 但她无力地辩解难以令人幸福 最后 大家还是选择相信与其 在下节课之前 英景实在困得不行 就躺在沙发上小气一回 这时 与其路过 本想恶作剧一下英景 可下一秒让猫哥震惊的一幕又发生了 与其拍了一张自拍合照后 自己居然也困得睡着了 和大学生萝莉一起踢球 她的威力加成到底有多大 因为与其和英景课间的时候 在沙发上睡着了 两人甜蜜的笑容 都被一人给记录了下来 这不仅让两个当事人相当地不淡定 更让亚氏这个八卦爱好者 没能拿到第一手资料而感到遗憾 亚氏觉得自己被他们给孤立了 与其为了安慰亚氏 就让亚氏下回一块去玩耍 很快几人就一起去逛街 与其无论何事何地 都会数落英景那孤单感 英景则就会拿辅导作业来威胁与其 这也让作业没完成的与其无可奈何 接着与其突然想看泳装 主要原因是因为上回和英景去泳池玩 被英景夸了可爱 这场面又吓到了无处不在的猫哥 所以与其想买新的泳衣 想让英景继续夸 然后他们来到室内足球场 几人还想来一场很激烈的小比赛 这时旁边有三个大学生 在吊打五个中学生 中学生很不服气 就开始进行精神攻击 他们说他们都是联谊会上 那种无人问津的人 这直接让三个大学生无言以对了 接着他们就迁路于旁边的 与其这几个吃瓜群众 没想到大学三人组一眼 就认出了艺人这个联谊打人 原来之前他们联谊会上的女生 全都被艺人给咬走了 艺人也不惯着他们 直接指出他们的缺点 这让本部富裕的大学三人组 弱小的心灵雪上加霜 于是 大学三人组要跟艺人进行足球决斗 如果输了 今天足球场的费用全由他们三人买单 艺人向中学生理解了一个最帅的人当守门员 女生就在旁边加油打气 艺人踢得很是火热 而英锦却像个无头苍蝇般在不断地折返跑 大学三人组吃尽了苦头 思考一番后决定从英锦这个弱点突破 不管怎么样他们也得拿个一分 这时艺人给英锦出小招 告诉英锦只要球来了 只管专注地往前踢就行了 这一下就让英锦觉醒 找回了高中游泳舍的感觉 看到足球直接就一个大力出奇迹 用这三技重型导弹般的抽射 直接赢下了大学三人组 英锦回过神来都不敢相信 眼前的壮举都是自己干的 这一定是发型最危险的太太 经过与其妈的指导 英锦做了相当多的手打乌冬 她准备去与其家继续深造 与其这时看到旁边一对学姐学弟经过 她忽然把自己带入成英锦学姐的角色 开始想象自己是学姐的样子 但即便是学姐 两人之间的相处 也好像和自己是学妹的样子没有差别 不过与其却是经常用学姐的特权 给英锦发福利 回到现实的与其脸颊特别的红 紧接着就带英锦回家 英锦直接手打了一个月的分量的乌冬 献给与其妈 而且她做的乌冬面的味道 也是深得与其妈的心 英锦还想找与其妈学点其他的手艺 但与其不允许 她开始对英锦做的面鸡蛋里挑骨头 说英锦把乌冬面切得七七八八的 被与其嘲讽之后 遭受重大打击的英锦 就只能向与其妈虚心请教乌冬面的切法 与其妈也是亲力亲为 但是由于靠得太近 与其妈突然回想英锦曾经的举动 她又开始怀疑起英锦是否对自己有想法 于是与其妈要先从女儿与其那里先试探他们的关系 她便问与其最近和英锦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这立马让与其想起上回课间睡着的事情立马就慌了 与其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的妈妈居然知道这个事情 她想了想认识的人物传播链 这样一想似乎也合情合理了 她就老老实实地用跨幅聊天来描述了一番 另一边的英锦一心只顾切乌冬面 心无旁骛的她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惊天误会 晚上与其一家人都开始吃乌冬面 与其的弟弟听说是与其的前辈做的乌冬 瞬间展开了不好的想象 到底是什么让英锦这个老直男固执的思想有了一丝松动 爱情的撬棍终于撬烂了男主的男墙 到了一年一度的校园季 与其还以为能很轻松地陪学长逛逛 知道英锦不去后 与其那是相当失望 但是也没办法 既然英锦不去 自己去了也没意思 她就决定去英锦家做饭给她吃 老助工人一人看到这两人 瞬间就来了兴致 她便拿出PS6引诱两个游戏人去参加校园季 只要在校园聚集齐七个盖章 就有抽奖的机会 去抽最新款的游戏机 看到与其这么想要 英锦就改变了主意 裴与其去集盖章抽奖 她说自己吸过没普路的欧皇之气 对于抽奖那是势在必得 一人推荐两人可以去占卜的项目 因为可以更快地集齐盖章 殊不知这都是一人设下的陷阱 到了校园季这天 他们把该玩的都玩了个遍 英锦还在攀岩项目拿到了奖品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看到占卜项目 又想起一人的话 两人想都没想就排好队 他们还引起了大家一样的目光 直到两人进去后才知道 这里的占卜只算恋爱运势 英锦还想跑 转眼就被几个卡拉米们拦了下来 被迫进行了占卜 这结果让占卜人都感到汗毛倒立 可占卜人听说两人没有那层关系 就觉得非常的可惜 等到两人走后 亚时终于露出自己的面目 有被爽到的亚时 立马打电话和一人报告 原来占卜这个就是亚时和一人 联合起来助攻英锦 与其他们 一人听闻消息后 已经爽得倒地不起了 但是接下来亚时跟丢了与其他们 回过神来的英锦完全无法淡定下来 都不敢直视与其的脸了 英锦看到与其这内藏玄机的表情后 那是让自己心乱如麻 最后校园祭结束时 英锦得不偿所不愿地 没有抽中他们想要的游戏机 过了两天 英锦依旧对占卜结果耿耿于怀 特别是看到与其那时的表情后 就更让英锦迷茫了 而与其表面好像很不在意占卜的结果 但是实际上 与其受到占卜结果的鼓励 她已经理所当然的 把自己当成了英锦的真命天女 与其一想到这些 就想让英锦说一些关于占卜后 对于自己的话 但英锦完全没有感受到是这方面的事情 与其瞬间就炸了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听的话 这位太太看了不下五年半的肥皂剧 以至于未来女婿想问如何称呼她时 她便一想了起来 现在的与其都觉得 自个就是英锦的红颜祸水 开心的不行 两大吃瓜助攻者艺人和亚实 很开心与其进入这突破性的一步 他们终于知道英锦是喜欢她的 但是与其似乎也有自己介意的点 艺人他们觉得进度远远还没到达两人的预期 如果他们继续放任不管 依旧还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几人决定继续联合起来 再次去推波助澜 过了几天 艺人找到与其 她直接说与其认为英锦喜欢她 有可能是她的错觉 让她自己要去确认一下 她并说英锦有非常多的粉丝 老少通吃 连老人家都放不过 艺人把英锦从上到下夸了个遍 她告诫与其说英锦这么好的人 得要先下手为强 这让与其瞬间有了危机感 艺人还爆料 身边有不少对英锦图谋不轨的人 亚时只要看身材不错的男生 眼神瞬间秒变 对艺人的腹肌也是如此 为了促成与其英锦大忌 连咖啡店老板都开始助攻 与其听完艺人的话 似乎有所动容 这时 英锦过来接与其去吃饭 这才打断了他们的话题 艺人却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们已经觉得这已经是终极助攻了 隔天 英锦又来与其家学习烹饪 她这次是教英锦如何目测食材重量 而不是称重 此时与其想到艺人说的话 决定想找妈妈倾诉一下 与其妈完全没有准备好 与其只是说英锦好像很受欢迎 她有一个差不多的意见 想请教一下母亲 可话没说完 与其就跑去喂猫了 接着 与其在喂猫的同时 她想到艺人说英锦是个很受欢迎的人 心里就特别焦虑 她立马就挠补出大量的剧情 另一边的与其妈也在浮想联篇 刚刚与其想问什么问题 英锦想请与其妈教自己如何炸薯饼 说起来英锦觉得 自己还没有一个对与其妈正式的称呼 于是她就直接问与其妈的名字 与其妈瞬间想到 自己看过的几百万部肥皂剧 她表面风轻云淡 内心风起云涌 英锦决定就叫与其妈为月女士 然后在与其妈的指导炸薯饼 与其也过来视察情况 与其妈想了一下 想要好好教育后辈的三观 她就告诉与其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男生 都得要真诚以待 说着英锦的薯饼也出炉了 得到了与其的满分好评 然而 听到英锦称呼妈妈的名字时 与其瞬间变脸 当全家人知道你有喜欢的人 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混了进来 尤其是消失快两季的与其爸 那是相当的激动 自从英锦在与其家学完做菜后 与其就开始对英锦爱答不理的 连与其妈也察觉到与其的不对劲 特意来找亚实他们讨论 因为她怎么问与其都不说 正当大家都没有头绪的时候 英锦在亚实的指导下 终于知道是自己叫了与其妈的名字 而她没有叫与其的名字 与其在旁边也憋不住上来 就对着英锦一阵臭骂 叫名字这是怎么也应该轮到自己了 与其妈得知真相后开始坐立不安 亚实为了感谢英锦送上的大瓜 便开始助攻与其 她当即设下店内 所有人都要直呼其名的规定 与其在一旁等了许久 英锦鼓起勇气 终于叫出了与其的名字小花 与其也是礼尚往来 弄得英锦都面红耳赤的 与其顺势又开始恶搞起了英锦 被烦了一天的英锦 决定来健身房散散心 练完后她还想再练一下卧推 正好遇上了在健身房当陪练的与其爸 当然两人这时候还是互相不认识的 与其爸感受到英锦在健身领域的潜力 相当欣赏英锦的力量 她邀请英锦入会 英锦想了想 可以邀请自己的朋友们一块过来锻炼 比如说与其 这边 与其爸一回到家就和与其聊了起来 她说今天遇上一个相当有潜力的小伙子 而与其则动关心这周前辈要继续来家里学做饭 可当与其爸知道与其的前辈是学长时 就立刻警觉了起来 她想要会会这个学长 等到与其的妹妹小柳回家后 与其爸即刻召开了家庭会议 说了一件相当严重的问题 与其爸 担心接近与其的男人都是坏家伙 可这话马上就被小柳对了回去 她觉得与其已经成年了 爸爸管得实在太多了 说完 她立马开始展露出自己吃瓜人的本质 她抓着与其开始问殷景长什么样 有没有照片 与其不敢暴露太多 就都说没有 与其的弟弟小童还想嘲讽一下与其这么矮 都有人喜欢 反被与其吐槽个子矮才不受欢迎 一米七的与其爸也来安慰小童 与其爸开始说自己对未来女婿的标准 其中就是卧推能举几公斤 与其终于开口为殷景说话 说了一堆优点还是说漏嘴了 她讲到自己去过殷景家里做过饭 这让全家人都大为震惊 好在与其说清自己和殷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她顺便还澄清自己和殷景并没有在交往 全家人就更加的震撼了 小刘跑到妈妈这里来套取殷景的情报 这回大家才知道上回的乌冬面全是殷景一个人打的 小童听到这里就绷不住了 与其也懒得再跟爸爸争论了 扭头就去跑去泡澡了 可与其爸对这事依旧没完 与其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没多少时间了 下定决心和殷景表达出自己的心力 可这段时间 殷景因为与其叫自己亲近的名字而有些心烦意乱的 她整天加倍努力的健身 试图忘却这些烦恼的事 殷景的心事 似乎也被与其爸给看出来了 主动过来找殷景交心 实际上 与其爸是想谈起自己对自家大女儿的烦心事 与其爸担心与其是有喜欢的人了 但却和对方没有任何进展 她觉得非常奇怪 周围的人觉得是不是女儿在糊弄与其爸 与其爸把与其喜欢的人的全部信息全盘拖出 很明显的就是指向殷景 可殷景却毫无察觉 殷景经过多年的磨练和进步 内心早已经日渐成熟起来 相对比这边与其因为几天没见殷景 天天守着殷景以毒未回的消息 她过一会看到殷景发来短信 立马雨过天晴 开心了起来 这引起了小柳的注意 想请假去看看与其的学长 结果立马遭到了与其和与其妈的反对 而与其妈因为对殷景有着离谱的误会 她决定在殷景来的那天 独自一人来到咖啡店让与其一个人叫殷景厨艺 在与其家的殷景则是疯狂撸着猫 到了傍晚 准备回家的与其妈还是撞上正好回去的殷景 殷景非常开心自己撸到了猫 而与其妈又开始她的跨幅聊天 陷入了自己深深的误会当中 与其妈自始至终 都解不了自己误会的心结了 过了几天 到了与其妈的生日 全家都给与其妈准备了礼物 与其爸也意识到自己家庭地位的不保 她开始与与其妈在全家面前甜蜜的互动 这时 与其忽然发觉自己不知道殷景的生日 就跑来问艺人 艺人还以为是什么重大事件 一听到只是问生日就异常消沉 想方设法让与其极一点的助攻似乎都白费了 但她还是告诉她 殷景的生日是11月29日 与其开始犯难 不知道送什么生日礼物 亚氏把自己珍藏的衣服送给与其 让她自由发挥 到了殷景生日当天 与其跑来殷景家做饭玩游戏 这也给殷景留下了繁忙又难忘的生日夜晚 在殷景送与其回家的路上 殷景发现与其对自己表面吵吵闹闹的 实际上都是在关心自己 她想要做些什么来回报与其 但是又碍于面子啥也说不出来 与其当即立下了一个与其点数的规则 她让殷景来年后年都要攒分数 好好地对待自己 可殷景一句后年她就要毕业的话让与其开始慌了 她又想到艺人所强调的 与其决定 现在立刻马上 就要表示自己心里的真实情感 可她竟然是想让学长留级陪自己 这真的只是个初中生吗 别看小柳还在念初二 但是她一点也不亚于大学生的与其花 其情商甚至超出与其好几倍 与其一秒就完全被小柳给看透了 她还被小柳吐槽与其只是初中生水平的恋爱 与其嘴上不承认 但她却整天盯着殷景 害怕被抢 这时艺人出现并催促与其赶紧出手 与其依旧着重强调是殷景喜欢自己 而不是自己喜欢殷景 所以她完全不慌 与其觉得艺人之前说的意思 就是让她在毕业之前 也就是一年之内搞定殷景 对于与其大小节想让殷景主动告白 这件事让艺人感到很是无奈 干脆就放任不管了 让他俩随缘去 随后 艺人看到殷景在给与其挑回礼的时候 她觉得两人还是有希望速成的 与其也有自己的攻势 冥思苦想后就决定每天给殷景做便当 她本以为做便当这件事非常简单 可到了她亲手做的时候就相当复杂 特别是全家人都在旁边当吃瓜群众 小柳不但是近距离观察 还有各种的套话 小童则是等着开饭 而与其爸则悄无声息的 还好有与其妈的帮助 给与其的便当分担压力 大家都各自给与其出馊主意 隔天 与其就给殷景送去了便当 殷景很不好意思地接受便当 心跳也是疯狂加速 接着两人就地吃午饭 由于与其家人的一系列吃瓜行为 导致两人的便当完全一样 因此 与其感到不好意思去食堂被大家看到 然而 这一切还是被艺人和猫哥发现了 另一边 与其的爸爸则一直炫耀着与其给他做的便当 从早到晚都在夸耀 与其觉得自己的便当计划成功 加速了殷景想要告白的进展 于是 他开心地开始陪小柳打游戏 不过 小柳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经过几天观察 小柳觉得有必要去见殷景 当面了解情况 尽管与其百般不愿意让小柳看到殷景 但小柳自有妙计 他通过与其妈得知与其的打工地点 然后亲自跑来咖啡店用餐 这让与其吓了一大跳 小柳也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殷景 看到与其想要赶走他妹妹 殷景出来帮小柳说话 小柳此时也明白 与其突然去打工的原因了 而殷景则是恍然大悟到 与其这么会照顾人的原因 原来是有一个妹妹 与其满脑子想着不让小柳接触殷景 就亲自去招待自己的妹妹 殷景看到与其忘记拿毛巾给小柳 就亲自送了过来 小柳就趁机要跟殷景聊聊天 与其觉得大事不好了 见两人越聊越多 两人慢慢聊得热火朝天 完全把与其给晾在一旁 渐渐的 与其已经预感到接下来事情的走向了 可是最惨的还得是与其吧 这下家是被彻底给偷完了 由于殷景只花了五分钟就叫了小柳的名字 与其已经开始气急败坏了 这时亚时也突然出现在现场开始围观 这让咖啡店老板非常惊讶 便开始猜测亚时每次能吃到一手瓜的原因 这边 与其一直就论殷景不叫自己的名字非常的生气 他从高中到现在 花费了五年时间 都没能让殷景稳定地叫自己的名字 可小柳和殷景只见面了五分钟 从叫名字上 已经急速超越了与其五年来的努力 殷景自己也解释不清楚理由 越说越让与其生气 殷景只能不断地道歉 然后顺着与其的话说 与其气得都掏出小拳拳疯狂锤 与其终于把自己给说累了 难受的都已经没什么信心了 殷景则想了很久才想出安慰与其的话 旁边的亚时妇女已经开锅下饭了 而殷景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说这些 不过这样也让与其瞬间复活 小柳一回到家就告诉与其妈自己见到了殷景 而且很奇怪 咖啡店老板 妇女一直在旁边干吃百米饭 可与其妈的重点却都在殷景身上 听到小柳想和殷景打游戏 她立马就睁眼想歪了 这想法已经超出500部肥皂剧的范围了 她要求小柳下回去见殷景 一定要带上自己 与其爸听闻动静也过来凑个热闹 可小柳嫌爸爸啰嗦就没说什么 与其爸只得含泪看自己被偷家 这时小童走出来显得特别烦躁 因为快要期末考试了 压力有些大 小童就找到爸爸 请求给自己找个能运动 释放压力的地方 于是小童来到了爸爸工作的运动中心 小童以前也是游泳社的 主要听闻爸爸的运动中心里老年人比较多 那他在这肯定就是个王者 看见大家的水平都比较低 小童兴奋地就拿起更重的秀了起来 可旁边突然出现一个健身怪 小童立马就没了兴致 他后面就来到跑步机这找存在感 旁边的人都对小童这个年轻人称赞有加 不料旁边又出现个跑步奶奶怪 不服输的小童瞬间比博人还要燃 恰巧英景今天也来锻炼了 与其霸一脸慈腹一样 连续受挫的小童 决定来到自己的强项游泳 旁边的英景早已经开始热身了 小童没想到老年人居多的运动中心 居然有这么厉害的人 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而英景因为上次对与其说话的场景 历历在目 一直挥之不去 他想要通过游泳来忘记烦恼 后面的小童没有查克拉 根本就追不上暴走的英景 最后小童被英景套了两圈 游得自己都快吐了 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才是那个青铜 可小童的嘴角突然一歪 他开始各种找借口 自己只是因为状态不好才被搞 所以这才输的 接着小童准备去争桑拿时 又撞见了英景 与其霸一回来就找到小童 问要不要入会 但是小童已经被英景的庞然大物震惊到自卑 成年萝莉的魅力到底有多大 与其一家无论到哪都是最大的焦点 可与其妈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与其 然而最危险的人居然是与其霸 这周末与其霸难得有休假 便想带着全家去泡温泉换换心情 而且他们还能游泳 可小童听到游泳两个字就大为震惊 见证过金色传说的小童 就算是原地去世都不想去 与其霸没办法 就让小童一个人在家撸猫 其他人全体触发温泉 这时小柳忽然提到与其的学长 这让与其霸心中的怒火开始燃烧了起来 连车子都燃了起来 这下把前方的1816度吓得不轻 与其霸一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带大的与其花 他已经快要离自己而去和别的男人在一块 与其霸就怒火中烧 很快他们到达了温泉 还看见了猫哥的一生之敌 这可把猫哥吓得不轻 换上泳装的与其一家似乎都非常开心 尤其是与其和他妹妹小柳 与其霸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们体验了所有不同功效的温泉 还有温泉与足疗的温泉 这对几个怕养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 没想到的是与其霸的反应更大 这时有两个路人来搭讪与其姐妹 小柳用初中生的身份轻松化解了搭讪 最后还得是与其霸出场 与其霸赶走了搭讪的人后 就开始各种担心自己的女儿 然后他还得担心自己的太太 与其霸庆幸总算是守住了自己家 然而却没能守住自己 由于与其霸自己健美级别的身材 而受到广大小鲜肉的追捧 于是他将温泉旅行变成了自己个人健美秀 下了母女三人独自泡温泉 与其忽然想去周边逛逛 此时附近猫哥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在温泉玩偶的指导下疯狂健身 与其在阴差阳挫之下 居然在一个温泉洞里 遇上了英景和艺人 与其和英景同时想到 是不是艺人又在背后搞鬼让他们相遇 实际上这回事实实在在的偶遇碰巧 与其当即对英景发出邀请 一块去玩滑滑梯 艺人则在旁边八卦吃得津津乐道 英景一害羞 就对着艺人来一个强人所难 英景想了想 还是让与其优先陪自己的家人 以后有的是时间一块完 与其想到与其爸那么开心带一家人 想想也是 在受到英景的夸奖后 他就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到了傍晚 与其爸结束了自己的健身教研会 猫哥也结束了自己一天的锻炼 把自己练成了方脸 当小彤听闻与其还有小柳都被人搭讪 自己就立马改变主意 他想要下周就去泡温泉 与其爸听到后相当地开心 毕竟可以一家人同时触动 但小彤已经是急不可耐了 千万不要和成年萝莉一起看恐怖片 不然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圣诞节快到了 与其深得妈妈的心得 已经开始疯狂地自我攻略 这天 与其再次跑到英景家做饭 看见英景一直朝着这边看 与其的心理已经开始幻想 英景各种展现爱意的场景 慢慢地 与其越想越离谱 他已经开始担心英景会受性大反 其脑子里的一群恶魔 已经打败孤独的天使 完全沉浸对英景的喜欢当中 可这时英景忽然过来说了句意想不到的话 英景要与其借了衣服后得马上还 这可把与其气的就是一套毫无气势的军体权 英景还吐槽与其留恋衣服上的气味 这可把与其给害羞坏了 决定明天要羞辱英景来报今日之仇 第二天他就把英景吓到角落里 英景这个直男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 接着 与其就掏出年度恐怖片来吓唬英景 结果看着看着反倒是与其给吓坏了 原来与其从来没看过 现如今一看没想到这么恐怖 反而英景看到与其这反应 自己却没那么害怕 与其则害怕的都钻进英景怀里 最后与其被吓得失了魂 晚上无论如何都不敢回家 他一定要留在英景这里住 害怕路上有各种奇怪的东西 英景一开始是很不愿意与其留宿 可听到与其说 他包了自己明天的早餐和便当就勉为其难的答应 不过与其去洗澡的时候 一直对英景喋喋不休的 英景在收拾时发现与其的包 以为是生鲜什么的 结果是与其的衣服 令英景在意的是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 都可以包住他两个头 这也给他留下了一生都难以治愈的心理阴影 这时英景发现与其又穿了自己的衣服 此时英景接到了自己父亲的电话 隔天英景就立马回了老家 没想到几年没回家 英景妈还抱了个宝宝 两人转头一想 这肯定是英景爸搞的鬼 原来英景两年没回 全都是英景爸想跟英景妈过二人世界 所以才不让英景回家 因为英景妈实在想念英景 英景爸没办法就叫英景回家 这可把英景气得不行 接着就要走了 英景妈便把妹妹给了英景 让她留下来照看 英景看着和自己相差21岁的妹妹 陷入了沉思 另一边圣诞节这天 只留下与其一个人和吃瓜二人组一块聚餐 没一回与其就已经喝大了 还不断地抱怨英景种种直男行为 而亚时和一人两人之间对视一眼后又开始了八卦 然后他开始讲述他和英景高中的故事 高中时期的与其还没大消 每天都在英景的监督下练习游泳 而英景有他自己的教学方式 之后与其实在忍不住 就吐槽英景不会教别人 由于整个游泳社只有与其不会游泳 所以与其就成为了英景第一个学游泳的后辈 从这刻起 与其就对英景凶狠的样子有所改观 即便一人在旁边打断 与其依旧自顾自说的 旁边的亚时早已无法掩盖自己的好奇 饭局结束后 与其就被亚时送回了家 小柳不放过任何吃瓜机会 就找亚时问与其和英景进展的情况 看来小柳后续要有其他的行动 这边英景很快就和自己的妹妹合乡打成一片 看着长得和与其一模一样的妹妹 英景仿佛打开了新世界 英景爸也在旁边记录着美好时刻 接着 他便要求英景和自己进行家族传统楼道比试 英景一上来攻势很猛 但姜还是老的辣 英景爸抓住英景的破绽 结结实实地给英景来了个背摔 然后他说自己可以陪英景练习 以后可以经常回家互相切磋 英景爸趁热打铁 开始询问那天打电话在英景家留宿女生的情况 英景说自己和那个女生也就是与其没有发生任何事 这让英景爸相当火大 英景爸要求再摔两次后 英景就给他从事招来 不过这一切被生气的英景妈给阻止了 要两人赶紧洗碗澡去吃饭 英景妈直接成了英景两年喂回家的饭碗 晚上英景就回去了 英景爸还不忘叮嘱英景要正式和与其的关系 另一边 与其爸和他的同事正好认识咖啡店老板 他们便过来看看英景工作的地方 不过英景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他一直在想爸爸和自己说的话 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 可是英景不知道怎么样才算认真 自己完全没有头绪 这时 与其爸就问了一下 就猜到是因为女生的事情 这一下 就让咖啡店老板和艺人不开心了 连吃瓜资料都被人抢了 不过咖啡店老板罕见地劝导英景 让英景一步一步来 先完成一个小目标 大家都会帮他的 英景听完荣光焕发 第二天英景虽然没有想到好办法 但是也缓解了焦虑的心情 他一想 这一年来确实受到与其很多的照顾 他决定今天一见面就要好好感谢他 可一见面 与其又是老样子 英景刚想开口 与其就开始疯狂嘲讽孤独的英景 他想借此 想让英景主动约他圣诞节去玩 可英景听完一肚子火 与其爸终于发现英景就是那个偷家人 两人在与其家见面分外眼红 马上要到圣诞节了 原本英景想向与其好好道个歉 可与其一见面就习惯性嘲讽 激怒了英景 结果现在连门都不让进了 两大助攻人得知情况后非常的失望 他们露斥到与其白费自己辛辛苦苦的助攻 一人更是直接威胁与其 如果再不主动上 他就带英景去和别的女生联姻 这让与其进退两难 连小柳知道后 都开始担心与其的圣诞节 孤单的向小彤 那可怎么办 小彤连忙解释自己的圣诞有安排 与其不想让小柳多管闲事 自己会好好去道歉的 可小柳完全没有不想插手的意思 他决定要去帮晚熟的姐姐与其去推进进度 隔天小柳就跑去咖啡店找到英景 直接说明自己圣诞这天想去英景家里玩 这可把与其给逼上绝路 与其终于忍不住了 既然英景不让自己进他房间 那么他就邀请英景圣诞这天来自己家里玩 小柳忽然觉得有些不妙 英景本来就打算要解除与其的进入令 所以听到与其的邀请就直接答应了 可小柳提示与其 是不是忘记了与其爸的存在 他劝与其改口让他去英景家 但事已至此 与其说自己会想办法了 可到了圣诞当天 与其完全没有想到任何办法 他直接硬着头皮让英景来自己家 与其爸见到与其所谓的学长 就是与其后 脸色突然大变 直到吃饭的时候 与其爸都浑身散发着邪气 整个气氛相当诡异 无论英景说什么 与其爸处处针对着英景这个偷家贼 大家都对英景很客气 这反而显得与其爸和大家格格不入 与其爸忽然想到 他把与其和他喜欢的人之间的事情 都跟健身房的所有人都说了 只是他当时不知道 英景就是与其喜欢的人 于是与其爸先把英景拉到一旁 他问英景记不记得自己之前健身房说的 女儿有喜欢的人的事 英景想到与其爸说的正是 与其喜欢自己慌张的就准备逃走 与其爸请求英景忘记这件事 并且不要告诉他的家人 如果家人知道自己这个大嘴巴 在外头说女儿的私事 一定会被讨厌的 英景虽然答应了 但是自己总是心有余悸 与其见两人没发生什么严重的事 也就安心了 开心的他就放得很开 完全不顾旁人的感受 与其爸给英景下达任务 那就是保守秘密 让与其度过愉快的平安夜 可随着时光的流逝 英景觉得自己装不下去了 与其爸就建议英景喝醉 这样就能适应不用再刻意的装下去 很快英景就喝大了 而与其似乎也有点小醉 这可把与其爸给吓到了 英景趁此机会 把感谢与其的话都说了出来 与其瞬间就笑成猴了 而与其爸则不淡定了 在后头对着英景施法 可英景越说越多 把他父亲告诫他的话也说了 英景认同自己的父亲 说要认真对待与其 与其爸只是出了趟门 家就真的被一个人给偷光了 在半小时前 英景喝得鸣鼎大醉 玩游戏各种大败 小柳一看时机已到 提出输的人要做惩罚 同样喝醉的与其 还要小柳全程拍照片 并全发送给亚时 给他发福利 一旁的与其妈非常慌张 准备去阻止女儿们的邪恶做法 这时与其爸刚好买完东西 在回家的路上 他觉得自己前面确实做得不太对 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对英景温柔一些 可刚到家就发生了 加入了进来 最后在与其爸的干扰下 一切终于恢复了正常 大晚上的 与其和与其爸一块 送大醉的英景回家 路上与其爸表示 自己不会再干扰女儿和英景的关系 算是默许了 到了英景家 与其亲自送英景回房间 不过英景一直在重复 自己一定会认真对待与其的 与其老脸一红 一把抱住英景 英景又起来寒情默默地看着与其 结果还是不胜酒力地倒在枕头上 与其松了一口气就跑了 回到车上的与其依然惊魂未定 到了明天 亚时一脸坏笑 她掏出昨晚小柳发给她的大礼包 逮着与其就要吃瓜 与其没想到小柳还真的发了 为了感谢这些引人注目的八卦 边看边流鼻血的亚时拿出了大笔钞票 以此奖赏与其送来的美味 就在此时 英景也刚好赶到 亚时妇女对上了暗号 立即掏出电饭锅 但英景却声称自己昨晚喝醉了 什么都忘了 于是 亚时妇女只能悄悄地收起饭锅 与其直截了当地拿出了 昨晚英景喝醉的照片 英景看完大吃一惊 完全不想回忆起昨晚糟糕的画面 这让与其感到难过 晚上两人回家的时候 他们约定了一起去参拜过年 在分岔口 两人分开后 英景突然加快了脚步 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家 实际上 昨晚的记忆在英景脑海中清晰如旧 结果 第二天上班时 英景心不在焉 一直盯着与其 有烦恼的英景决定先回家 找自己的父亲发泄一下 然而 结果却被英景的爸爸各种责备 英景的爸爸一眼就看出英景有心事 他被气得开始教训起英景来 两人扭打在一起 还吵闹地引来了英景的妈妈 晚上去参拜的时候 英景提前与艺人他们相遇 英景想要跟他们商量一个自己的今天大秘密 艺人更关心的是 英景知道这件事后打算怎么办 但英景却准备什么都不做蒙混过关 就在这时 咖啡店老板说与其他们已经到了 虽然没时间再说下去了 但大家都表示会尽量帮助英景 而英景自己内心也已经决定要面对这件事 终于 新年的日出即将到来 英景准备在这一刻对与其说出自己的话 然而 他还是没说出来 看来只能等到下一季才能看到表白了 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下期再见